一樓在了啦 哪一樓 哪一樓 哪一樓啊 屋主焦急的大喊 眼看整排的聯動住宅陷入火海 熊熊火光竄出 消防人員趕緊搶救 或是還是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整排募造房屋 其中一間還是北保客棧 我們在一樓在聊天 然後就有聽到煙霧警報器的聲音 然後趕快跑出來看 然後後來就二樓起火 嚇死了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假日從台北南下的住客真的嚇壞了 倉皇逃到街上 結果沒多久房屋就全面燃燒 從高樓看 一共有七戶木造建築都被大火吞噬 旅售老闆聽聞消息 趕到現場難以置信 不過那我們這裡又是跨醫生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困難的事情 這些好不容易慢慢復興取代 可是就沒有了 對啊就沒有了 不然小孩大一點的時候 我要來帶他們來看那個旅社 這邊這幾間都沒有了 真的非常可惜 周日來參觀的遊客 看到被火注柔後的老房子 臉上難掩失落 這場火把這間73年歷史的老店燒毀了 他就是在嘉義北門車站 快一森火村對面的玉山旅社咖啡 民國38年開始營業 樓上還有背包客棧 較隔300元起走的是復古老屋風格 向當受年輕人喜愛 沒想到卻遇上大火 這個北門車站玉山旅社這邊 有發生這個火災 主要是現場是木造的一個建築物 那火災量相當的大 火警發生在12號深夜11點多 一個多小時後撲滅火勢 初步了解起火點疑似從旅社二樓 一路延燒連動的七戶木造建築 由於木材毅然延燒速度快 除了知名旅社 還有各種復古玩具零食的新高乾彩店 也被大火火急 周邊店家的損失真的難以估計 TVBS新聞期間和宋家專家一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